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房间出来 就一直没见过乔侦探 也没见他出来过 七点五十 除了乔侦探外 大家都到齐 准备吃早餐 七点五十八 老头子就倒下了 我马上打电话 叫了私人医生过来 我是知道我女儿的这个毒药 我也很想杀死乔侦探 毕竟 我不能让他把我女儿的秘密说出去 可我 为什么要下毒到客厅的查理呢 在场的可都是我的家人 这些 这些都是些生活用品而已啊 老头中毒的时候 现场确实混乱 可凶手 没有机会杀人啊 如果是下毒制造机会 为什么 不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我昨晚就看到林管家 鬼鬼祟祟地进了乔侦探房间 好像还有什么争执 根本也是 用来的 他真的没有想像什么 你就是一个人 我都没有想像 什么人 并且 林管家 说他早上还见过乔震探 如果 他说谎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